多少钱? 8百万 8百万 老实一点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可以乡一个女店 男店要是手小的话 也可以乡一个 8百万 要不是今天天买卖 我等你等我等你等我 对啊 我等你等我等你等我等我 你看 你钱我没给他 你给嘛 我没钱 哈哈哈哈 你干嘛 八十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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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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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没有闻脸 然后也是颜色比较大 然后 慢慢 八十 慢慢 慢慢 八十 八十 颜色比较大 八十 Bas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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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我真的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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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萧瑶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金香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金和玉都象征着高贵和纯洁 如诗心礼牌秀藏 金针清酒斗石金 玉堂真修十万金 所以金香玉予以金玉良缘 强承尊贵吉祥和超凡扑鼠的完美结合 金香玉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汉代传说 王莽操位后 胁迫皇太后交出玉石 皇太后一路之下 将玉石摔在地上 弄掉了一个脚 后来王莽为人工巧架进行修整 用黄金向上的缺脚 对之后金香玉 金香玉并由此当名 好的 多好 这个都好的嘛 四颗可以虾那个虾蚝椎 虾蚝椎 虾蚝椎 好的 这个好的 没有的 四颗 还是比较纯净 四颗小肝蚝 多少钱 一千八 一千八 谁给你的勇气一千八 一千八 一千八 好的 欧玛雷 好的 欧玛雷来 一二三四四五 哎 多少 八十 我买了 四颗八十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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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一千 这两 两q 两倍 八十 给你开玩笑的 等一下给你钱 给你买这么多了 送一个 送一个 是不是 送一个 放一个 给他放一个 这不要 这个太小了 多少钱 没有毛病 这个是一大一小 没有毛病了这两个 多少钱 800的 800 800 便宜的 600的 便宜的 还便宜的 你给多少 你给多少 我给多少 我给80 80 给了 又收了两个 又收了两个 80 小朋友 你会不会说土的话 干贵 会了 但上面比较小 一个戒指 一个 我这有 别跑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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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一时 这朋友 来 来 阿姨给你 来 60 6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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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阿姨没有钱 60 慢了 慢了 60 吃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萧瑶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匪彩的好坏 是如何并别的 一是它的透 就是匪彩的突破度 我们称之为质地 第二个呢 是它的色 就是匪彩的颜色 第三个是它的云 就是匪彩的颜色 要均匀 第四个是匪彩的形 是指匪彩的造型 第五个是质 是说翡翠本身结晶的精密状 及内部纯净度的玻璃光泽 最后一个是照 就是说用灯从下往上照 观察翡翠是否有裂纹 翡翠是玉石的一种 一般我们在市面上所称的石纹 实际上它是玉石天然的纹理 这个是天然玉石的一种特征 好的 多好 这个多好的嘛 四颗可以像那个像耳珠 像耳珠 好的这个好的 没有的四颗还是比较纯净哦 四颗小刚好 多少钱 一千八 一千八 谁给你的勇气一千八 这个一千八好的啊这个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来 一二三四四颗 多少 八十 咱们打了 四颗八十 不要贵了 买贵啦 买贵 卖了 买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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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了 给我过来 给我 private 给钱给钱 给钱 就要两两费 两对八十 两对八十 要点开玩笑的啊 帮一下给你钱 哎哎哎哎 有没有 这是什么家 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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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睡醒吧 可以的 好好说 您说吗 我说 好好说 让你先把给你 嗯 这个是一个 南界哦 一个马昂的 可以乡成一个南界 一个熟练的 让乡下来 好不好 好好 慢慢来 这边还算比较干净 什么 平一点 好的嘛 您说嘛 100 100 一败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快点帮我弄它 买不够 一败 买 一點 快点帮我弄 买了 司徐里 没有花 叶 begged 飘荒 飘出锤子 飘荒 你看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小色线 这一套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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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拿去我都卖不到300 200 120 这是一套 有三个 一套 可以做一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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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逍遥 所有们都知道 缅甸的菲萄是最好的 那你们知道菲萄除了缅甸之外 还有些其他地方的产地吗 一个是威地马拉 威地马拉也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味料 然后呢是哈萨克斯林 哈萨克斯林所产的翡翠呢都是中低党的翡翠 然后是俄罗斯的西萨燕林匪萃 还有呢就是美国加州的可利尔可利克匪萃 之后呢是日本匪萃 但是呢这些地方所出产的匪萃普遍价值都不高 所以我们业内所出售的都是缅甸匪萃哦 这是两颗 两颗 两颗 一颗里面还是比较出几颗 来 一口干 不是卖的卖 不是卖 不是卖 想一下 想一下 要乖 最后一口 六十 六十 对吧 要乖了 我乖一天把头干了 这两颗大面 还是比较绑满的 相当于买一送一药 这一颗 这一颗里面少了一点 这一颗 这一颗 这一颗里面少了一点 太小了 来 翡翠业力多彩 外面透彻 散发着珠光宝气 有着玉石之王的美誉 四国以来都受到国人的追捧 古人更以玉彼得 那么问题来了 翡翠为什么要翡翠呢 关于翡翠名称的来源啊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来自于一种鸟的文字 这种鸟 羽毛非常新鸣 熊性鸟羽毛成红色 名叫翡鸟 死性鸟羽毛成绿色 名叫翠鸟 合成翡翠 所以 业内有翡为公 错为虎的说法 明朝时 明天遇遇潮入中国后 就关于翡翠名称的 第二种说法 古代翠专情新疆和田长的地域 翡翠潮入中国后 为了有和田可以区分 称为飞翠 或演变为翡翠 您感觉哪种说法是对的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逍遥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宋美玲爱翡翠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 在她百岁生日宴时 她身着旗袍 佩戴着整套翡翠首饰 出现在宾客和媒体面前 人们为之一阵 这套翡翠颜色赤地均为极品 耳钉和戒指颜色浓艳深邃 更显滚重大气 翡翠珠链珠圆欲润 祖母绿色肿水细腻 一只满绿手镯 颜色均匀 肿水细腻疯透 在整套翡翠的装扮下 所以是百岁老人 宋美玲仍是那样的雍容华贵 仪太大方 进行高贵气质 那一刻 这位百岁老人 似乎已经与翡翠融为一体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人养一三年 与养人一生吧 峰回直播间 二月二十九号到三月六号 新客进店就有惊喜 有买就送 惊喜不断 活动截止日期三月六号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逍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黄本飘兰花的一个特色件 这个叼的是一个一品青年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种 这个属于一个糯冰种 顶子比较细 上面飘一点点的这个色点 水头很足 像这种黄北飘兰花呢 就属于一个双色玉 青金南百双色玉哦 这种呢绝对是一个手动雕刻 因为鸡雕的话 它是没办法满足这种立体形状的 像这种奇材呢 它雕的是一个一品青年 初一你也要不咬 着青年也要不咬 是一个高雅而又纯洁无氧的一个象征 像这种呢就比较适合女士佩戴啊 然后大小尺寸颜色都很OK 直播间讲解更多合适知识 本集结束 收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